只有一天的歲時寄一假根本不夠用 尤其旅居在外的族人 光是車程就耗掉了一天的假期 立委召開紀念日及節日 實施條例草案工廷會 希望讓台灣原住民族及新移民的 傳統節日成為不分族群的國定假日 以文化學習假的概念 把原本每年只有一天 限定族群身分的祭典假 增加擴充為每年三天 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或是拘留資格的人都可以放假 為什麼我們的孩子 每一年要被重複記憶 跟老師教導的說 來自中國的屈原 他如何的抑鬱 最後投蜜羅江自警 這是我們吃粽子的由來 小朋友都會知道 但是原住民族的孩子從來不曉得 為什麼我們的祖先 要划船出海 進海神 我們的海祭的由來到底是什麼 因為海祭從來不放假 立委認為從各部落 以及包括東南亞移工 新移民在內的其他民族宗教團體 可以自行決定對各自來說重要 而且具有特殊意義的節日 然後報請主管機關公告為 年度各民族及宗教碎石記憶 不分族群的個人 都可以自由的從中選擇三天放假 非原住民的朋友 只要有意願 也可以選擇阿美族封年紀 或是泰國的潑水節 當作自己的假日 與會人員樂寬齊成 但也提出意見 雖然現在有一天 但其實是要請假要蓋章 雖然法律沒有這樣訂 但是每個人都要 向政公所持請假蓋章 實在是很恐怖很恐怖 很低級很低級的事情 所以這個法律 是要強勢主導要超越內政部 就是三天就是三天 不需要有那些請假證明 除了這個連續假期的問題 當然我們要搭配車票要解決 不然有了假期 我們還是回不了家 為了要促進國家真正多元 立委認為政府應該要採取積極措施 鼓勵不同語言族群 宗教的人民相互理解 提高國定假日的法律位階 但內政部提出疑慮 各族這個稅食記憶的實際的辦理情形 可能要做些釐清 然後對於社會的一個觀點 職場同儕的一個和諧 跟權益的一個平均性的問題 那是不是會降低雇主 雇用原住民的意願 還有原住民學生 學習時數的一個減少 條例裡面也規定就是說 未來的這個原住民族的稅食記憶 它是以部落為單位 由原民會來調查去公告 那這個當然是 這個在作業上是相當的複雜 但是我們經過評估 應該紀錄上也是可以克服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 如果說按照這樣的方式來執行 我們原民會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內政部提出各界看法 而原民會表示會克服困難比較辦理 不過一個國家要如何選定國定假日 牽涉到國民看待自己的文化和歷史 但架要怎麼放 立法院就不只有一個版本 各界也有不同的聲音 最後共識如何 還需要各界更多的討論 記者MAS56立法院採訪報導